生辰宴 奉明威要给我举办生辰宴 梁妃说是晚上 到时候您准时参加就行了 她全给您办妥了 包您满意 这么好吗 给本郡换套衣服 准备参加宴会 王爷 王妃 太圣皇来了 还带着小世子一块来的 啥 老爷子跑出来做什么 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可担不起责任 赶紧派人保护 丫头 这酒楼还挺不错的嘛 事办得不错 老七 你媳妇不错呀 黄祖父 八王叔 你们到包衔等吧 楼下有很多人 怕吵着你们 没事 我就爱热闹 黄祖父 您怎么来了 慕容彻没想到 他的生辰宴 太圣皇会亲自来捧场 这真是莫大的荣幸 可太圣皇压根不是来给他庆生的 就是听说 奉明威要在巨仙楼里举办宴会 他听说了后感兴趣 才找仙王带他来 嗯 今天你是寿星宫 玩得开心才重要 不用拘捷 这次故事微服出宫 赶紧找座位坐 宴会开始了 慕容彻挺开心的 觉得这次宴会很热闹 是他十八年来最开心的一天 慕容彻 你过来 这 这是什么呀 蛋糕 这件奉明威 很快一个蛋糕就全部均匀切开 然后放在盘子里端给大家吃 来了很多人 一个蛋糕根本不够吃呀 本狮子还要一块蛋糕 这时夜九霄躲在角落里 吃完了一块蛋糕 他忍不住还想吃 已经没有了 本狮子出现买你们的蛋糕 你们把手里的蛋糕都给我吃 你不能吃这么多甜食 蛋糕吃一块就好了 还有别的好吃的 可我还想吃嘛 小薇薇 你就给我吃嘛 叶世子 今天是贤俊王生成宴 请你不要在这里闹事 不然本王把你丢出去 你 叶九霄蹬着慕容霄 突然脸色变得泛紫色 激烈咳嗽 然后倒了下去 怎么回事 我们家狮子岩是中毒了吗 我们家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